大家好,来挖冻枝了 我们今天挖冻枝主要是分享这两个东西 第一个,有人说主尾,也就是尾梢 往哪个方向,它就是损究在哪个方向 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信息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一株 这株叶子不是特别浓密 但是还可以 因为这里连续有几株 如果是这样找损的话 可能会错失很多损 所以这应该是一个错误信息 当然不是说没有,也有 应该来说找竹编是最可靠的 还有一个呢,有人说是 第一个,第一个枝如果是商叉的容易有 第一个是单叉的 那是公竹,比较少 是,少但是不得已没有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就挖了一下 这个就是竹编 这个就是竹编,轻编 虽然不算很大,但是有芽 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是特别有生命力的 所以呢,用竹编的找法应该是比较靠谱的 一般找青编,这个是找土包也是很准的啊 有土包的地方呢,基本上一挖一个准啊 这里呢,发现一个土包 看来是不是啊 哇塞,应该是个大火啊 哇,还是平躺的 这个有个土包,不知道是不是啊 哇塞,这个是一个,放到这个方向啊 哇塞,这个有一个差别 哇塞,这个有一个差别 哇,正宗的,黄牛角 真漂亮 哦,这个好像有一个土包 哎呦,搞得太重了啊 哎呀,这种的,这种地方啊 土地这么中软的话,一般呢,是大货的啊 看看是不是啊 哎呀,植物根筋很多 把屎尾都挖掉了 哇,真大的一个 好了,也挖了几个啊 但是上面呢,那些竹子呢 基本上是没什么叶子的 基本上就不用去了啊 即使有都极少极少 所以我们挖冬笋呢 首先就要看到这个竹叶子 不要农民对方去找一下啊 当然我们会找 有那些专业队就更容易找啊 因为刚才我们在这里挖的时候呢 进进出出 前后至少遇到了有六批人啊 在找这个冬笋的 所以呢,他们专业的话 更加容易找的啊 只是呢,这个方向的话 跟竹子的弯向哪里啊 怎么怎么的啊 然后损在哪个方向啊 我认为应该是错误的信息啊 不要太过意迷信 因为有的竹边的话 它一到石头啊 或者是什么的 它还会改弯的嘛 而且呢,很多是岔边啊 分边 我们今天挖笋呢 就先挖到这里啊 能够做两道菜了啊 差不多了 这个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啊 不知道视频前的朋友们 有没有感受到挖冬笋的乐器呢